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開始 就先介紹這個沈父跟陳雲 我不太願意用書名 因為書名有著涵蓋的故事很多 像《福生六記》是沈父喜歡涵蓋的故事很多 我喜歡用人名 就這事情是發生在他們兩人之間 不管他們兩人是虛構人物還是真實人物 所以這裡呢 我還希望把女人的名字寫出來 我雖然不是教女性歷史的 但我覺得教一個人類歷史 把所有相關的人的名字都該寫出來 就像我們學歷史 你都知道有孔子這個人 你就不知道孔子的媽媽叫什麼名字 很多人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教育非常的錯誤 有人不知道孔子的太太叫什麼名字 他們都有名字的 歷史上都有的 可是好像都沒交給你對不對 你去查其實也查得到的 那我們台灣來講呢 鄭成功很重要對不對 那鄭成功的媽媽叫什麼名字 他爸爸你都知道啊對不對 叫鄭志龍啊打籃球的嘛對不對 跟打籃球的人一模一樣名字嘛 現在真的亂到不行啊 那天有學生說王陽明嘛 這我也應該講過這個 我想說天啊明朝的人 他不是電影明星啊 一模一樣王陽明 那個王陽明因為他的主婦還誰 是陽明海韻的 所以他叫王陽明 所以啊你們這時代 到時候出現朱熙啊孔仲尼啊 我都完全不會太訝異的 懂嗎 你們這時代已經是 已經是時空錯亂的時代 我們只能這樣講 好那神父跟這個陳雲的故事 因為你們是不是國中 還什麼時候要念是不是 現在是不是這樣 國中要念這個 所以就變成 這故事就被誇當得很厲害 但我不知道你們看到這故事 看到什麼 我們那時候也是 要被人當成一個讀物 暑齊的讀物來看 然後我們要是看不懂 福生六計呢會被老師罵 我們這些人沒有程度 沒有那個 但是福生六計 在那個年紀來看 實在是一篇很不好看的故事 然後那文言文呢 也不是一個很能夠 很能夠親近人的那種文言文 而且呢國中生 連戀愛都沒談 就要談歸房祭樂 這開什麼玩笑的 離生活太遠 你要是國中課本寫一個 什麼航海王 什麼魯夫 那還有點道靈 就跟大家生活是貼近的 對不對 那不是這個就很難 所以以前我們的老師都覺得 當老師是不是都有這個毛病 都覺得下一代人都沒救 這樣文化在你們手上 那就乾脆就算了 就沒救了 就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這都是當老師們 很不了解下一代人的想法 好 那先講這個 它總共有六篇 其實那第五篇 中山紀律 那個本來這篇不見了 不見了 後來又說怎麼從找回來 找回來是沒有人家亂寫的 你也搞不清楚 不過因為我們不討論這一篇 所以就略過去 所以原來福生只有五計 一計不見了 那後來補了一個就是六計 一個講歸房 一個講閒情 一個講坎坷 一個講浪遊 講中山講養生 那這個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那這個提倡這本書 大概最歷大概就是林語堂 林語堂在他那個導論裡面 第一句話就講了一個 讓大家後來很難就定了調 你很難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比如說雲 雲當然就成雲了 他用這種西方語法 雲鬥點我想鬥點 是中國文言史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 那這林語堂他都這樣講 你能怎麼辦呢 你能說大師啊 這不可愛啊 那歷史上還有更可愛的女人呢 誰啊 那就可以講出不同的人了 林黛玉啊這樣 林黛玉一天都很哭 沒辦法嘛 他還他的嘛 上一輩子他就給他交花嘛 不是嗎 交了他那麼多淚水 那他這輩子要還他水啦 不就這個意思嗎 歸房祭樂 真的很那個嗎 你就稍微看一下 他說這個第一段說他生在哪一年 那年呢是太平盛世 乾隆時代大概真的是不錯的時代 只要你不是讀書人 只要你不違反朝廷 那是一個很好的時代 然後講到第二段 又聘金沙於世 巴靈而邀 小時候他只婦為婚 但只婦為婚的對象呢 八歲就死了啊 所以娶了陳氏啊 就叫陳明雲至淑貞 淑貞現在我那時代是蔡奇阿明啊 現在又變得好像不是了 然後呢這個他舅舅啊 這都是都是近親了啊 就是欣瑜先生的女兒啊 生兒隱晦啊 生下來就很聰明啊 有多少人會寫別人生下來 是個呆瓜 這個好像很少啊 什麼樣的人生來都是聰明伶俐啦 反正用不同時代的話來講 學與時呢 口受琵琶行即能成頌 這叫隱晦之證 琵琶行 琵琶行我念高中的時候 背都背不起來 他在幾歲就能成頌 這真的是不得了 四歲的時候失戶 他的爸爸死了 母親呢金氏 弟弟克超 家圖畢利 以前男人賺錢 男人賺錢 賺錢的人死了 家裡就非常的糟糕 經濟狀況 雲記長呢 寫女功 這弘要念成功 對不對 刺繡什麼都會 山口 這家裡三口人 養齊食子供給 就是要靠他做手工 客倉從師 修譜無缺 他去弟弟去念書 教學費也不用愁 就是因為姐姐做女功賺來的 一日呢 於樹路中得琵琶行 挨字而認 始始至 我以前會念啊 原來念就這個 然後就一個一個這樣對 然後就這樣才試了字 這也是非常奇特的一種 試字方法 以前女人不讓試字的 覺得女人試字就會變壞 在這個牡丹廳裡面呢 教他那些東西都是四十五金的 都不會教像西鄉紀這樣的書的 逢龍夢裡面也是因為他們都看西鄉紀啊 可是那西鄉紀書長來的呢 都爸爸媽媽買的吧 或爸爸買的放在家裡的嘛 所以小孩會學壞 常常都是因為長輩的遺留的問題吧 所以我小孩看A書 A書他買的嗎 要不然同學借的 要不然就爸爸沒藏好 藏好了被發現的 就這簡單的邏輯嘛 好然後呢刺繡之霞 見通盈勇 這都男人寫的 你知道嗎 他先生寫的 所以就會比較側重好的一面 然後呢你看有秋青人影獸 霜染菊花肥之巨 他會吟詩作巨 在古代這叫做有才華的女人 好那就不得了了 因為大部分會寫書的人 都是有才華的男人 有才華男人怎麼忍受得了 跟庸俗的女人在一起呢 每天不會吟詩送巨 就只有柴米有人降住茶 那你就覺得 娶了一個庸俗的女人 等一下我們講那個歌德也是 歌德後來跟一個女的 在一起時間醉酒 但是女的因為沒有文采 所以他一直不太願意承認她 那個女的也幫她生了小孩 那就照顧她的生活 所以歷來的文人 基本上是無性文人 沒有品德的 那些文人只想著一個女人 跟她吟詩作對 所以沒想到照顧她的人 是一個對她貢獻最大的人 真正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人 是你某種程度 不了解她的存在的人 你們現在的話就是說 把她當空氣的人 可是這句話呢 你們常常就把她當空氣 認為這是很糟糕的 因為看不見 可是你沒想到空氣 陽光跟清水 是人活下去的基本條件 所以把她當空氣的人 就她在生命中 在你生命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人 你卻不了解她的存在 所以我應該寫一篇小說 和幾短篇叫空氣的悲哀 沒有我你活不下去 可是有我你卻視而不見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情況 好啦她年13歲的時候 隨母歸寧她母親回她母親的娘家 到她的台灣話叫阿嬤家 就是外祖母家 那這個北京人叫做姥姥家 姥姥 兩小吳賢 就是見到她的這個 姥姥家她舅舅住在那兒了 舅舅住在那兒 舅舅女兒 也要大一點 兩小吳賢得見所作 哎呦你好能幹啊 你的女工做得很好啊 聖誕節的時候 幫我製一頂帽子 製個圍巾什麼的 雖嘆其財思俊秀 且恐其福則不生 你看這個讀書人 覺得哎呀你真有財啊 可是你有財你可能活不久啊 這是什麼邏輯呢 你看就那時候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 誰教她的 就是讀書讀壞的 受到一些錯誤觀念的影響 像在愛情的世界裡面 常常大家不學 不吸收新的知識 不去注重新的研究成果 常常要弄了那種半生不熟的傳統 怎麼說人家怎麼說這種話 來變成自己行為的指導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用你阿嬤時代的標準 來過你現代人的生活 這不出錯真的很難 好所以切恐其福則不生 為什麼呢 那他福則是誰給的呢 就像中國古代說 哎呀紅顏薄命啊 紅顏為什麼薄命嗎 要不那些臭男人 有權力有錢的臭男人 欺負人 紅顏怎麼會薄命呢 所以紅顏薄命這句話呢 好像就把所有的錯誤 錯誤規則在你 誰讓你長那麼漂亮 而沒有去了解到背後的運作 其實那些長權力的人 跟長錢的男人 作孽的問題 這是紅顏薄命的一個 常常被忽略掉的思考 然心柱兒不能誓 心柱不能誓 於是他跟他母親說 心裡有這樣小小的不愉快了 覺得 若為兒擇父非俗姐不娶 你如果要替我選太太 那就選她吧 不然的話我就不要 這對小孩子來講 母義愛其柔和 母親看她也很能幹啊 寄託金約子弟婚姻 這是乾隆幾年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是這樣 母親也覺得好 可是這後來就變了 變成婆媳以後 你的角色不一樣 這要求就不一樣 394頁 那年冬天她的堂姐出嫁 吾幼隨母王又見了一次 云與余同齒 就是同年 長於十月 雖然同年長她十個月 自幼就姐弟相呼 所以照現在標準 應該叫姐弟戀 所以叫她淑姐 十彈劍滿世仙衣 雲毒通體素彈 你看 這個電影非常拍的 就很容易拍這個片子 別人都穿的滑滑裏 只有她穿的非常的素 所以她就非常的突出 在一陣滑滑綠裏之內 然後僅新奇鞋而已 她穿新鞋她都注意到了 我們一般人都往 眼睛都往上看 很少人看到那麼下 所以穿新鞋 除非她有特別那個 翹著腳或幹嘛 你不容易看到 翹著腳或把書掉地上 說請你幫我剪一下 然後一講 唷 穿新鞋啊 這樣 連掉了你都不知道她穿新鞋 那這個書白掉 別剪了 這樣 然後就穿新鞋 見其秀智精巧 尋為幾座 問她她說 這你自己做的鞋 這女的不得了 又活在現在 早就變成鞋墊大王 十字其惠心 不僅在筆墨而已 說這女人真厲害啊 又會做女工 又有筆墨 這樣想娶到她 幸福倒不行啊 年輕的時候 你的標準定的很少 所以你覺得 不管那個標準 你的幸福就已經完整了 等到真的結婚 你發現 幸福的標準有很多 那部分都還是真的 其他的沒想到的都慢慢出來 好 那講到她的身材 其形外形 削肩長相 脖子很長 不要跟長頸鹿一樣 她很瘦 但是不會露骨 在相書裡面覺得這樣子好 有人瘦到皮包骨 瘦不露骨 你們現在流行有什麼 紙片人也是瘦到露骨 眉彎目秀 眼睛很清秀 然後這眉毛也畫得很好 顧盼神非 為兩齒為陋 似非假象 你看她看的 有點爆牙 長相不太好 然後呢 這不要忘了 寫這個的時候 她已經跟她結婚 好像她已經過世了 所以這是一個回憶的文字 這不是當下發生的事情 回憶呢 常常會經過有意無意的修飾 這個你要特別注意 不要認為她當時就看到這樣 這她後來回想 一種殘眠之態令人之意也消 就是反正就對她很滿意 除了那個牙兩齒為陋 然後那個發生了一件事情 發生那事情就在跳兩三行 說雲按牽余袖 牽著我的袖子 不敢碰手啊 不敢碰手那還得了啊 就牽著袖子 隨至其事到她房間裡呢 見藏有暖粥並小菜煙 就把這粥都放好在她房間裡 她就開始吃了 吃了以後呢 她被大人看到 然後就被稱為家族笑話 然後這個陳雲就很害羞 從此呢 兩人就盡量避不見面 一直到洞房花竹夜 所以下一段呢 就要講這個 到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 花竹之夕 見獸雀身材依然如席 她還是那麼瘦 頭今寄些相視燕然 燕然是笑的樣子 很高興就取到了 這故事到這裡其實最完美了 對不對 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寫的 再寫下去 就沒有什麼太好的故事了 合景之後 好像喝交杯酒的樣子 並肩夜曬 兩人吃飯 按下握其碗 兩個人處在房間裡了 還要在桌子下面牽著手 你不覺得這已經是嗎 有監視器嗎 有 你看古人 搞到這個地步 然後呢 暖肩滑膩滑膩 哎呦她的手啊 真的是摸到太太的手高興了 胸中不覺 砰砰做跳 當然那砰砰做跳平常就有 不然她早死了 是吧 那砰砰做跳已經感受得到 我們平常不會特別去感受自己的心臟在跳 然後給她吃 適逢齋齊已數年 因為她吃齋 然後暗記吃齋之初 正於出豆之日 應孝條曰 唉呦就是我在出水豆的時候 你吃齋啊 是不是 今我光鮮無恙 借可從此開戒否這樣 唉呦你是不是當初去吃齋 替我希望我的豆長水都能好 那現在我皮膚長那麼好都謝謝你啊 那從今以後你是不是就不要吃素了 太太也很高興啊 覺得唉呦你真的了解我的心意這樣 我小時候呢我的外祖母啊 就告訴我吃飯呢不能剩下飯粒 所以我再不好吃東西 我會把它全部吃飽 我寧願撐死也不能留下一顆飯粒 阿嬤的講法非常簡單 說你把那個飯吃乾淨 加你太太臉上就會非常非常的光滑平順 所以每次我看到我太太臉上光滑平順 我都覺得跟她的SK2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是因為我到現在為止吃飯都不會剩一顆飯粒 他們有的人說師老師 然後我吃飯呢我在外面吃飯 我都飯倒在盤子裡就省一個碗 我吃飯呢連最後一粒飯我都用筷子把它夾起來 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說老師你幹嘛吃那麼乾淨 我說為了我太太的化妝品呢 希望她不要花太多錢 她也沒花很多錢是真的 所以你們家有機會看到師母 你可以說呦真的耶 所以各位男同學吃飯吃乾淨一點 不要這種少爺心態 哎呦吃不下了不吃了不吃 不是你家你太太的臉是你負責的你知道嗎 考慮一下考慮一下 把飯吃乾淨不然不要叫那麼多飯 我真的是那種撐死了我都吃下去的人 照現在標準是不太健康的 但是小時候的影響你知道嗎 有時候也覺得自己有點無聊 但是這小時候你深深相信的東西 到後來變成你的行為的一部分 所以學一點好事是不錯的 好那後來呢 那個他你看他有二十四位余解余歸 二十三國際 國際當然就是不要說皇上誰死掉了這樣 所以二十二念二之夜呢 極為余解款價 雲出堂陪宴 再出去陪大家吃飯 余在洞房與伴娘相著 母戰則北 這不要是打這個打牌還是幹嘛 大醉而悟 醒著雲正小莊未敬也 四日親友落意 上燈後始作樂 念四日指正 指正子時的第一個小時 那中國的那個以前是兩個小時 一個時辰是兩個小時 指正是十一點到一點 晚上十一點到清晨一點 然後正就是十一點到十二點之間 余作心就送假 然後醜莫歸來夜以登禪人盡 都沒人了 巧然入世伴玉頓於床下 那個陪伴的人沒床睡 但又不能去歇著 所以就在床下就睡在那 余營卸妝尚未臥 高燒銀濁低垂粉井 你要幻想的畫面很漂亮 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 看著書等他回來 陰府其堅曰 解怜日辛苦 何由滋滋不倦也 余營盲回首其曰 請正欲握 開除得此書 打開除之發現你有這本書 不覺悦之忘卷 看著看著就忘著睡覺 古人金人都有這樣的事情 什麼名字呢 西鄉之名 文之俗矢 今始得見 真不愧才子之名 但未免形容堅薄爾 他講的是西鄉紀 不是我們念的這個陰陰傳 余孝曰 唯其才子比末方能堅薄 表示夫妻之間能談文論墨 這是很難得的事情在古代 因為女人沒受教育 根本就沒辦法跟她對話 所以古代男人要找這種有文學素養的女人 唯一去的地方就是妓院 妓院裡面除了這種肉體的 有的時候有精神的 所以這是不太一樣的 日本就發展成藝妓 藝妓跟肉體就沒有什麼明顯的關係這樣 好 那這個 雖於筆尖調校 你看這是描寫了夫妻兩人 恍同密友從逢 表示兩人這個 這個戴林玉堂感動的地方 戴在這裡 歷來感動的地方也不止林玉堂了 戚探其懷一砰砰做跳 他也摸他的胸口也砰砰做跳 你覺得那次因為摸胸口要知道心臟在跳嗎 你真相信的話你就太年輕了 因撫其耳曰 解核心沖乃耳 心沖就像那個 你知道嗎 現在沒有了 以前東南亞西元那邊有一個叫做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的一個賣麻糬的 只有今天半價 那後來發現每天他都半價 他每天都寫個牌子只有今天 有個老先生 最近好像沒有了 他叫賣麻糬 他就有一個這樣沖 那個東西 通通通通通通通這樣 一直在捶 那個就是沖 沖米 那叫沖 只有今天 老先生可能過世了 和沖 心沖乃耳 像那心臟跳 像那個沖米一樣 雲回眸微笑 這是他後來的回憶 便覺一縷情絲 搖人魂魄 勇之入障 不知東方之際白 不知東方之際白 還在蘇東坡的赤 那個什麼赤壁婦裡面 是不是 好 雲作薰婦呢 然後就講到他的另外一個角色 前面講到他作為一個太太角色 這裡講到他做這個新婦 台語新婦 就是媳婦的意思 出聖堅默 剛開始都不太敢講話 終日無怒容 不敢擺出生氣的樣子 因為上面有公婆 語之言微笑而已 都不回答什麼 就笑一笑 世上已盡 處下已和 家裡還有點用人 比方這家人還不錯 經濟狀況不 僅僅然未嘗燒屍 每見朝蹲上窗 就是太陽上台了 就披衣及其 如有人忽畜人 好像有人督促他 不是 所以這個連到現在 我年輕的時候 都還有一首台語歌 講說做人家的媳婦 要早早起 怎麼樣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這樣 當然這首歌 有後來被哭手擺 就是說你做人家媳婦 要玩玩起 你別管你婆婆講什麼之類的 一直都有這樣的話 所以中國的婆媳關係 到後來就變得 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一個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很多人 特別是女孩子 上次也跟你們說過 問過這個事情 就如果你結婚男生 女同學 如果你結婚男生 要你去跟他爸媽住 你要不要 有些人會講條件 萬一怎麼樣 那當然 如果沒有就算 那有人是不講 不管條件 就是我絕對不要 跟他爸媽一起住 我也不要跟我爸媽一起住 這樣 有人就是這樣的態度 好 好 所以反正就是 他做媳婦做的 非常的戰戰兢兢 然後特別說 自此耳病相磨 青銅形隱 愛戀之情 又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這個在古代的文學裡面 大概很少做到這樣的對夫妻之間的描述 我們看了中國的很多這堂課所講的故事裡面 大概也沒有描寫成這樣 所以這算是在晚明的小品文裡面 算是很特別的 不知道是這對夫妻特別 還是明朝的晚年的人都這樣 還是只有他們這樣 好 那當然這個395月這裡 就開始有慢慢不好的事情發生了 也特別是他的媽媽 這個婆婆跟婆媳關係這樣 395月一段很特別的 我沒有任何方框中間的一段 一日雲問約 這個女人結了婚以後 你更不能跟其他男人來往 如果你對這個念書有興趣 那念書碰到問題怎麼辦呢 大概只有問你這有學問的老公 如果你老公沒學問 你最好也別走這條路 你看這個夫妻之間還能談學問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 一日雲問曰 各種古文中和為是 應該以哪種為中 應該念哪個 余曰國策南華 南華是莊子了 道教後來把這莊子的書 叫南華真經 所以南華 取其林快 匡衡 流向 取其雅見 講這些人的文風 史遷 司馬遷 班固取其博大 昌黎 就是韓裕 取其魂 柳洲 取其孝 奴陵 取其蕩 三叔 取其辮 他若假董 這假一跟董仲 蘊姓 蘊徐 這個徐是誰 徐編體文 錄製的咒譽等等 反正那時候還沒有古文觀止 你要念這些文章 可能得一篇一篇去看 沒有古文觀止 古文觀止是清朝才編的 所以就告訴你 讀書大概讀這些人的文章 後來我們這個時代的人 就開始讀古文課本 或有人就會去 長輩會叫你去讀古文觀止 大概就這樣 清朝末年還有什麼古文詞類轉 就把一些他們認為 很好的古文擺在一塊這樣 好 那這個反正就這邊 這一段呢 基本上在講論學這樣 然後這個 雲並不是沒有意見的 他也非常有意見 然後在第1 2 3 4 5 6 第六行 他說雲發一曰 杜師錘煉精錘 理師瀟灑駱駝 及其學杜之森嚴 不如學理之活潑 表示他對於學師 有他的看法 這樣 兩人夫妻非常的相愛 第一段是要講這個 然後第二段呢 他們就特別還刻了一個章 叫願生生世世為夫婦 後來在這個老禪憂記裡面 這個也講說 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好像是 也是這樣子的想法這樣 但是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以後 這不就完全沒問題了嗎 他這個世界就是一個混亂的世界啊 對不對 從混沌走向什麼 秩序這樣 或者從秩序走向混沌 隨便說 好啦 後來當然就他這個 有讓人不滿意的地方 是讓 尤其是這個 在這段 在396頁的算第二段的下面 這樣 他就他發現這 樂疾摘生意識白頭不忠之兆 這段呢就講到這個故 有一個故事這樣 然後有這個什麼 一隻被一隻鴨子 還有什麼嚇到這樣 那當然這個 有的時候我們會認為 尤其中國人認為樂疾生悲 所以不敢太誇張 那有的時候 真的悲是因為你樂疾的關係嗎 這個我都很懷疑 然後好像有一個 冥冥之中注定的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好像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 所以這個 你不把責任往自己頭上攔 你當然就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 那這個為什麼有白頭不忠之兆 尤其你在回想的時候 你會特別去找到發生事情的 某些關鍵點 然後認為這些關鍵點 就是造成後來事件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其實忘掉了說 那些都是事後回溯性的解釋 在研究法上都已經有問題了 在日常生活的討論更不用說了這樣 在398頁我們要跳幾段 因為這故事我相信同學應該略有所知了 不是很熟也略有所知 然後這個有趣的地方是說 其癖好與魚同且能查演藝懂美語 美語不是現在美國話 是你的臉上的表情 表情 那他也提到 當然那時候女人的地位很低了 他希望能夠跟他一起去遊山玩水 他說今事不能 其以來勢 然後這個沈父就跟陳雲說 來勢呢 清當作男 我為女子相從 我希望能夠作為女子這樣 這個也後來很多人會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的馬英九總統也講過類似的事情 或者記者有時候喜歡問 如果有來勢的話 你希望再跟周美青女士怎麼樣嗎 戀人之間有時候也會有這個來測驗 這樣 如果有來勢的話 你願意再跟我結婚嗎 願意再跟我交往嗎 像這樣子的問題 那當然你都希望答說 是啦這樣 那如果有人答說 不是 為什麼 你不愛我嗎 不是啊 我這輩子已經愛過你了 下輩子想愛別人看看 那你覺得 你在搞什麼 那你就覺得這種人很不浪漫 他又過理性而很不浪漫 但是你仔細想想 對啊你都已經愛過一遍了 然後 如果真的有下輩子 你再重活一遍嗎 那何必呢 你好像陷入一個恐怖的輪迴嗎 那大部分人不會從這方向想 大部分人只想說 你不跟我在一起 就是你不再愛我了 就簡單的這個邏輯 所以這個答案就很難 就基本上等於沒答案 你願意下輩子跟我在一起 這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願意 大家就不要再討論了 因為真的細部討論下去 那是一個很恐怖的一個輪迴這樣 好 然後那個雲曰下面 是傳月下老人專思人間婚姻事 今生夫婦已成千和 來世因緣亦須養戒神力 何會一向四肢 就畫一個月老的圖來拜 希望下輩子再做夫妻 只是角色兌換 然後這個那時候有一個人 他很會磨寫人物 就條西的七柳堤 這個人的名字叫尊 就請他 這個欠就請的意思 請他畫一尊像 一首碗紅絲 一首細杖悬陰原布 一個拐杖 拐杖上面有一本本子 不是典名布 是陰原布 然後一首呢拿了一堆紅絲 所以你現在到這個 龍三寺的月老那邊 就可以求紅絲 不過現在的那個月老相 好像都不是這樣的 月老相好像都要 相當他年紀大 所以一定要拿個拐杖 我就不懂 相當他年紀大 為什麼不讓他坐著 好 所以一首碗紅絲 一首旋杖悬陰原布 同言賀法 我大概這就不行了 我是同的賀言賀法 絕對沒有同路部分 奔馳於非煙非霧之中 這個就有這句話 懸之內事 每逢受忘 出於十五了 餘夫婦必焚香敗倒 後因家庭多顧 此話盡時所在 不知若在誰家矣 這意思就是說 你看好的時候是那樣 然後不好的時候 連這話都不見了 找都找不著了 這個 好 接下來就是他有一次 要去幹嘛 然後這個 要請他太太陪著去 陳雲陪著去 就化妝成男人的樣子 這也得罪了很多人 這樣 在三百九十九月中間 他說 切非男子不能枉 然後 然後審父就說 沒關係啊 灌我灌 你再戴我的帽子 依我依穿我的衣服 依化女為男之法 就是變妝了 這什麼稀奇呢 朱英台就做過 於是呢 閃寂為變 掃蛾媒 天掃蛾媒 蛾媒是指媒 然後佳餘冠 然後圍露兩鬢 尚可掩飾 浮於衣長衣寸又半 於腰間折而逢之 外加馬掛 這個我聽說 我在我年輕的時候呢 女孩子穿裙子高中的時候 一定要到膝蓋 但穿裙子到膝蓋 實在太不撐頭了 就下課以後 聽說女孩子呢 就把那個裙子往上捲 捲到這兒 然後那個這邊就變成短裙了這樣 一樣穿黑衣裙可以變短裙 我們這些傻男看了半天 都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傻男不是穿要到膝蓋嗎 為什麼裙子不然間可以縮短 原來是那樣做的 多年後才知道 那是一個很小的伎倆 男人不知道 男人反正那時候 只有長褲可穿 到夏天都穿長褲 辛苦得很 那反正他就化妝就出去了 出去了這當然也 你看這下一個 片由廟中無視出為女子 怎麼有人知道她是女的 我這事情被長輩聽到 當然就覺得很麻煩 雖然他這裡面還寫了一個故事 說他這個陳雲 不小心碰到一個女少婦的肩膀 然後覺得男女受得不欺 他後來說我其實我也是女的這樣 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趣事 但這個趣事呢 不如後來的這個違反傳統習俗 女人竟然就這樣出去了 成何體統 這個在我念書的時候 還有體統這兩樣子還經常出現這樣 你做的事情稱何體統這樣 電視也出現 然後這個日常生活也出現 後來就沒有聽到體統這兩句話 好 401頁這裡 所以這個故事呢 基本上是歸於房祭樂 接下來是坎科祭愁 坎科祭愁我就不要念了 這故事每次我念我都很難過這樣 意思就是後來日子就不好過了 這對夫妻呢 慢慢就碰到了家庭這個 這個家庭裡面人際關係 公公婆婆的不諒解 又碰到家到中落 然後自己也無能為力 老公也不是參加科舉業 沒考得很好 然後後來還有雖然考得不好 但是至少還能怎麼樣 還幫他自己的老公找了一個小老婆 然後他自己就過世了 所以這個裡面是記這樣的故事 所以大部分人想歸房祭愁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這個光明面這樣 歸於坎科祭愁的時候 就很難去 就很多人就不推薦這個 我比較推薦坎科祭愁是因為 所以你會讓這個故事 會讓你看到一個讀書人 讀了半天的書 碰到自己的這種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不管經濟上或人際關係上的時候 他幾乎一籌莫展了 讀了這麼多書有什麼用 最後就寫一本書來記這樣的事情 這個是故事要告訴你 人間無情嗎 世間無常嗎 還是要告訴你 其實他不是這樣告訴你 就是說自己的無能 對於自己身邊的事情 沒有辦法做太明顯的改變 那這個404頁這邊有一段說 當事實與兩人寸長一段 不能互作異語 講到這些故事這樣 那這個我大致就不講了 就是告訴你這樣 406頁也有很多那個很糟糕的故事 406他的那個奴悲也跑了這樣 那反正就是 哎呀 悲劇的開始了 406 407 都是這樣的故事 故事這樣 我們翻到最後面 409頁這裡 歸房祭樂的問題是樂跟愛的問題 古人不太用愛 一直到民國以後 愛才比較普遍 古人大家都還用情 所以那愛跟樂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歸房祭樂 為什麼不是歸房祭愛 另外他們呢是青梅竹馬 青梅竹馬這事情在傳統的社會裡面 大家不太遷徙 安土重居的這個社會裡面 是比較容易出現的 因為你這一輩子就活在裡 生於私長於私死於私 所以你認識的人就是非常有限 等到那個人類的遷徙的活動開始 不管是因為就學就業 或者將來的就業 尤其特別是就業 你到別的城市去 青梅竹馬要能夠在一起的可能性 就越來越低 因為這大環境的問題 第二個是你結婚的對象 是不是要是你的知己 能夠真的瞭解你的 傳統的婚姻比較強調的是經濟價值 它能夠幫你生產多少東西 像在《股市十九首》裡面那些故事 都是它能夠支部 最好能支很上好的部 這樣子你家就會比較有錢 這是女人的經濟功能 然後到了這個 慢慢到明朝有開始轉變 這個不只要經濟功能 還有情感功能 你太太不僅要會賺錢 能夠在情感上面 還能夠滿足你這樣 那有些人不能滿足 太太都還是經濟功能 有的還有社會功能 就是表示她是你的太太 然後讓人家知道 你家裡是有錢有事的 那至於你情感功能 你可以到妓院 可以靠著小老婆 可以靠著什麼 這種男性中心的社會 是用這樣的制度來弄的 然後他們興趣共享有哪些呢 這是一般的傳統夫妻 比較難見到 現在夫妻能不能見到也不知道 但現在有談戀愛的階段 你可以看一看 讀書一起讀書 很多男女同學在學校裡面 也一起到圖書館念書 尤其其準備考試的時候 所以這個事情你不用到結婚以後才有 結婚以後的夫妻有多少人讀書 這也是另外一個新的問題 有多少夫妻共同參加這種社會上的讀書會 聽到的很少 第二個論事討論社會上的事情 大部分的現在夫妻時間很少 大概如果有小孩都在討論小孩的教育的問題 很少討論到社會上的問題 社會上問題都名嘴在討論 那名嘴討論很多人就持名嘴之雅惠 那要不然就有人是不看電視的 第三個他們有書信科章 願生生世世為夫妻 那現在有人就是刺青 把自己喜歡的名字刺在一個重要的部位 通常刺的是暱稱 因為暱稱比較容易改 不要改 不是 暱稱不改 但是你可以把那個真名字 你跟他交往的時候你就說 從今以後我就叫你寶寶好了 那不管他叫什麼名字 你的女友們都叫寶寶 這樣那個就不會被發現 這個是黃逸交的智慧 叫寶寶日記 有一個寶寶就寫了一本書 後來大家都在猜寶寶是誰 有人說不必猜啊就誰誰誰 然後那個寶寶就見光 也沒死啊 他繼續當他的這個記者這樣 好出遊 兩夫妻子出遊 這在以前也是罕見的 然後召妾這個比較常見 然後召妾是由太太大老婆替她找這個呢 這故事就比較不尋常了 那長相的問題他也有寫到 有長相的問題 那教育的歷程 丈夫的正式教育 跟妻子要借機偷學 所以各位女同學生在這個時代 相對於是很幸福的 跟古人比起來 那坎坷祭仇的仇呢 在於丈夫的自由跟妻子的不自由 丈夫可以出門去妻子就不行 然後女扮男裝才行 那女扮男裝為什麼不男扮女裝出遊呢 你到現在為止你看啊 女生的女扮男裝在任何電視上 都還是正式的電影 女扮男裝很少是鬧劇 可是男扮女裝很多都是鬧劇 然後男扮女裝通常把那女的那個 扮得很醜很醜 很少說很少 雖然有些男人有這個能力 就他可以扮到非常漂亮的女的 就所謂的泰國的人妖 所有去過泰國人在前幾年 回來講的一句話都像是被洗腦一樣 是你不知道那些人妖比女人還像女人 我聽到所有的有從泰國回來 不管我認得不認得都講一模一樣的話 是不是泰國觀光局在你要離開泰國前 就幫你打了一針 你到了台灣碰到一個陌生女 你會說那些人妖比女人還要女人呢 那還說那些人妖裡面有什麼名字 因為長得像誰這樣 所以你扮男裝跟男扮女裝到現在在娛樂界 你可以看到這是不一樣的做法 假稱歸寧才能出遊 你得用欺騙的方法 然後夫可以娶妾 妻還要替夫找妾 但沒有反過來 然後婆媳問題跟翁婿沒問題 所以這也是翁婿呢就是女婿跟這個岳父 和岳母大人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因為不會對男性有對女性這樣相對的要求 男人我們歷來的人對男人的要求都很少 各位現在應該好一點點 但可能有些人還會出現 如果家裡你有女同學家裡 如果有弟弟的話 你爸媽對你跟你弟弟要求是否是一樣 男同學家裡有妹妹或姐姐的話 你爸媽對你的要求跟對你妹妹姐姐是不一樣 比如洗碗的問題 這是一個性別的問題 你們都一樣是爸媽的小孩 為什麼會要求不太一樣 如果要求一樣比較接近平等 另外夾在兒子跟丈夫的兩男之間 遭余則調停中立以非生人之境 是講到這個沈父 又是他爸媽的 尤其是媽媽的兒子 又是太太的先生 然後這兩個角色衝突 因為別人對 特別是媽媽對媳婦的要求很多的時候 你愛媳婦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你替媳婦多講話媽媽就會生氣 那假如不替媳婦講話 那你會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太太這樣 以前有同學寫作業的時候 那時候是愛情社會學 叫他回去訪問爸媽怎麼認識的 還有他有時候要寫愛情事件簿 前十年的同學都有做這個作業 後來因為我沒地方擺了 那個作業就沒做了 就有同學寫到他很討厭他的外婆 討厭他的祖母 他爸爸的媽媽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祖母看不起他媽媽 常常叫他媽媽做一些那個很 很不尊重他的媽媽 然後叫他支持他媽媽做事的時候 他都覺得他的外婆很沒人性 雖然他外婆對他很好 但他很討厭他外婆 就是因為他外婆對他媽媽不好 他不懂為什麼他外婆對他媽媽那麼不好 可是他媽媽叫他忍耐這樣 然後他也覺得他爸爸呢 都不出力量來協調這個媽媽 跟這個婆婆之間的關係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婆媳之間的問題 所以省富的砍科技籌裡面的主要的籌 在於這種人際關係婆媳關係上 他的無能為力這樣 那身在現在 現在這個比較平等的時代 比較平等的時代就是說 大家比較沒有所謂的文化的壓力 所以有些人跟婆婆不和 他就不回到婆家去了 那他就不管你啊 那你怎樣 我回去了大家要衝 那乾脆不回去好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傳統文化的東西 在台灣已經慢慢因為現實的因素 並沒有完全被實踐 沒有被實踐很多人有安之如意啊 也安之如意 比如說端午節要不要到全家團聚 過年要到誰家吃年夜飯的問題 這個都透過現代社會有一些 比如說端午節這次在禮拜三嘛 禮拜三只有一天假太遠了不方便嘛 那有人就彈性的就在上禮拜天就過了嘛 那有人就說哎呀粽子算了吧 那就打個電話問候一下 或者禮貌一點的寄個紅包 那不禮貌就打個電話問候一下 要不然不問候也沒關係啊 粽子反正天天可以吃啊 那就過了 那過年的時候也是 你跟上全家團聚 那有人全家團聚太尷尬 覺得有人忙到太太或忙到媽媽 算了乾脆全家出國 有能力就全家出國 那沒能力呢就說啊 那就回家一天啊 要不然就不回去了啊 今年就我們就不回去了 或者啊那媽媽來我們台北過年 都有啊 什麼樣的故事都有 以前故事的很單純 一定要回到男性為主的那個家 然後那個媳婦是要大年初二回家的 以前就是幾乎大家都這樣做的 我小時候大概都這樣做 那現在已經各種樣子都有這樣 那陳雲的遺言也是啊 然後這回薩斯奇神父的期待 回薩斯奇就是好像是頭七了啊 那有些說法說親人會回來這樣啊 那這個只是一個思念親人的人的一個期待了 如果親人回來大家是有仇的 那不是很尷尬嗎 我小時候就聽說 會啊他們會回來的啊 怎麼證明啊 一群小朋友這樣似似而非 他說你只要在地上撒麵粉啊 第二天你就會看到腳印啊這樣 誰會沒事在家裡在地上撒麵粉啊 反正那種 我還記得小學的時候大家在那邊討論 因為鄰居的一個貝貝過世了這樣 趕快早點回家睡覺了 本來晚了那個貝貝回來了 他不是死了嗎 所以他要回來啊 然後就那種大小孩就嚇唬小小孩這樣 那小小孩剛開始就不懂 所以就沒被嚇到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一定要把他嚇到 嚇到就越講越多就會把他嚇到這樣 當然有很白目的小朋友是嚇不到的 那種比較敏感的小朋友聽到一下馬上就嚇到 創賽了這樣你們知道做 後來有人呢正一切的伏筆啊 從此饒饒饒饒又不知夢醒何時 因為這個婆媳的這種結構不改變的話 那夾在兩個女人之間 那神父也越來越老了 然後他又不喜歡這女的 然後他覺得自己人生就此毀了 所以最快的時間都已經過了 所以在接下來四百一世也講到情癡 情癡呢不是指對愛情 是對朋友過度信賴 被朋友過度信賴 某種程度被朋友出賣 然後這個情癡呢另外一個地方 是在坎坷季中對王妻的思念 所以這個情癡 就是現在的如果你還有用 就已經不是這樣 那你看陳雲對自己的字述 這是他神父自己寫的 說妾這女性的謙稱 妾病時因帝王母上悲痛過甚 即為情感後因激憤 講到這個不同的階段 他的這個生病的關係 而平術又多過濾 平常他很敏感 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而不能得 我怎麼做都婆婆不會滿意 就在孔雀東南非 或者這個焦仲卿跟劉蘭芝的故事裡面 都早就出現 你怎麼做都沒有用的了 所以他後來就頭炫 徵充朱正必備 就是頭痛 很多女人呢 結了婚以後很容易頭痛 因為要做家事 或者有一些人際關係上面 婆媳問題上 如果還有小孩都很難處理 就很容易造成這種心陰性的頭痛這樣 所謂病入膏肓 良醫束手 請勿為無益之費 良醫束手就沒辦法了 他告訴你說 不必花錢治這個沒有治不好的病 好 所以他說 一切暢隨二十三年中 他們結婚二十三年 盟君錯愛 這錯愛是個謙虛的話 百凡體恤不以頑劣見氣 說我那麼固執你都還愛我 表示兩個夫妻真的 那他的固執當然是 從別人的觀點來看的了 知己如君 得序如此 且以此生無憾 別人都誤會我沒關係 但是只要你了解我 你能夠支持我 那我此生無憾 若不依暖 菜飯飽 一事庸庸 悠遊全食 如蒼浪亭 瀟爽樓之處境 真誠煙灰神仙也 這懷念的好時候 神仙幾世才能修道 我被何人敢望神仙也 這大概一方面又抱怨 一方面又覺得也還不錯 所以搶而求之 至乾造物之際 就你太勉強求了 這造物者會嫉妒你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中國人的一個 我覺得不好的心態 覺得不要太滿 不要表現太過 這個心態不錯 但是你就覺得 這跟造物者有關 這點我是不太滿意的 極有情魔之勞 總因君太多情 切身薄命而 最後的結論 竟然是你太多情了 然後我太薄命了 好像這跟社會沒有任何關係 不是那個社會不能夠容納 這樣子的愛情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念社會學的人 比較不能夠接受 傳統愛情故事的地方 或傳統愛情意識形態的地方 在這裡 因為很多問題 你看起來是個人的煩惱 其實都是應該社會 想必辦法去解決的社會議題 我們在一本 很多社會學課本會講的 社會學的想像裡面 就特別講到個人煩惱 跟社會議題的問題 那沈父對陳雲命運的歸因 他嗚呼雲亦女流 是個女的 據男子之精懷才是 這當然在那個時代 你有那個 就是用性別來區分 你可以得到什麼 你不能得到什麼 這個時代這問題已經沒有了 歸吾門後 嫁給我們家以後 於日奔走 衣食 終愧缺乏 雲能先息不介意 家裡窮困他也沒介意 基於家居 唯以文字相辨息而已 然後 其實沈父他沒講到自己 有多大營生的能力嗎 這個家 除了他爸媽以外 他要不要負一點責任呢 足以疾病癲連 賴恨已沒 誰治之言 他為什麼會這樣 生病 然後最後恨著走了 與有父歸中良有 他說這我對不起他 奉勸世間夫婦 他的最後啊 故不可彼此相仇 最好不要形容仇人 亦不可過於情賭 你也不要感情太好啊 這話真的假的 語云 畫云 恩愛夫妻不到頭 如語者可作前舉之見 所以我告訴你啊 你跟你太太關係不好 就像我跟我太太一樣 不會有好結果的啊各位 這真的假的這樣講 他真心相信嗎 所以夫妻關係不要太好 但也不要太壞 你看這本書的時候 你得到什麼教訓呢 我們年輕的時候 當然我沒注意到這一段 我也不知道我們老師怎麼講 跟一群毛頭小孩講 那個夫妻關係 這聽起來有點遙遠這樣 那這是沈父跟陳雲的故事 要提醒各位同學注意的 接下來要講歌德 歌德是德國的著名的文學家 非常有名 德國在各地的文化的中心 就叫歌德學院 教這個語言 教各國教語言的 那歌德呢 是我認真研究以後 當然還有些人我可能不知道 談戀愛談的次數最多的人 這事情在上學期 我愛情社會學的開放式課程上 講了以後 有一個讀者 不知道從哪來的 很認真地告訴我說 孫老師其實歌德不是 李敖才是 他就細數了說 李敖的哪本書 說他有幾場 十三場還幾場戀情 這樣 他覺得李敖是 那如果李敖有書 那這個誰是 真的很光榮嗎 第一個 那假如簽證歷史是OK了 所以有人說李敖是 那我沒有去查證 我也只想說一下 因為讀者願意來信講這個事情 指證我的錯誤 非常高興這樣 好那這歌德的十次 要特別有名字以外 還要告訴你他大概的關係 第一個十七歲的時候 他十七歲的時候 那個飯店老闆的女兒 比歌德大兩歲 十九歲 就是這個人 第二個人是在歌德 二十一歲到二十二歲的時候 她是舞蹈家的姐妹花的女兒 因為目睹妹妹穩了歌德以後 而對歌德下了毒誓 這姐妹 從今以後 誰要是第一個 吻這兩片嘴唇的 就會大難臨頭 永結不復這樣 可是下毒誓有用嗎 很多人覺得有用 我覺得這是 烏毒娃娃會流行的原因 哪一年在士林捷運在下車以後 看到一個小店 在賣烏毒娃娃 我就非常好奇去看了一下 我想開玩笑了吧 後來那家店 再過幾年再去 那家店好像收了這樣 我不知道烏毒娃娃賣完了沒有 賣烏毒娃娃 真的是 二十一歲 另外一個是二十一歲 差不多同時 她是布里歐牧師的二女兒 有證據說為她為她寫了五月之歌 這些詩人不為所有人寫歌 能替別人寫這代表很大的意義 二十三歲的時候 在另外一個地方 她認識行政長官布府的女兒 Charlotte Charlotte快變成德國女人 很常見的一個名字這樣 一般都翻成夏綠蒂 因為早先的中國翻譯者 把它翻成夏綠蒂以後 這個名字就叫夏綠蒂這樣 然後為了這個女的 寫了少年維特的煩惱 少年維特的煩惱有很老的笑話 這我常講 我年輕的時候 因為印刷不太好 所以有一本書叫 《少年維持的煩惱》 就覺得天啊 這個煩惱維持得真久這樣 然後那天就有一個同學說 老師現在是少年推特的煩惱 他就補充了一個版這樣 現在的版本不太一樣 少年維特的煩惱 很多人可能都看過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東西要給國中生高中生看 這其實是一本很不好的小說這樣 故事 他最後自殺了你知道嗎 他就愛上那個都沒有 讓他有別的出路 然後這都數其獨物這樣 就是很可怕的 我不知道指定的官員在想什麼這樣 然後因為這本書太有名了 然後我覺得太變態了 所以我就不講這個故事 我非常討厭少年維特的煩惱這個故事這樣 我寧願把他想成少年維持的煩惱 維持到老年 那26歲 那他23歲的時候 23歲應該很成熟了 竟然還寫出這樣的故事這樣 26歲跟銀行家的女兒Lily 訂婚 訂婚喔 後來Lily跟別人結婚 這種訂婚毀婚在結婚的故事 經常是小說或戲曲愛演的題材 那最糟糕的就是那個配角這樣 看這種電影 常常替配角給他難過這樣 整個電影只有他最高興到最後這樣 因為最後那個新郎不是他 後來也有這樣的電影叫 新郎不是我這樣 有個電影叫做 Seredipity 我那天看台灣翻成美國情緣 不知道為什麼叫美國情緣 因為他是英國人 那電影呢我曾經看過一遍 後來就找不到這個電影 我看過預告片也找不到電影 多年後才找到這個電影 看了以後覺得蠻浪漫的 但是同學那真的是一部電影 真的是一部電影 好26歲在威瑪認識的 這個也叫Charlotte 他大戈德7歲 戈德給他寫了1800封信 1800封信 兩人沒有肉體關係這樣 寫1800封信 這不得了的事情 發1800封簡訊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對不對 更何況1800封信 那時候像戈德全集 中文有兩套 這也是蠻特別 英文一套都沒有 中文有兩套 那兩套我都買了 那時候為了查證一個事情 我就買了兩套 那時候很便宜 那德文 德文有好多不同的 戈德全集的版本這樣 所以全集裡面有很多這種書信 古代人很喜歡寫信 我們現代人 你都寫那個簡訊 簡訊 簡訊減到 你們家大概有什麼 兩萬三千五百條的簡訊 這樣的東西 有什麼意義呢 也許你們這一代人 我那一代想 為什麼讀書信德寫那麼少 就是因為你們現在流行 輕薄短小這樣 寫得越短越好 你幹嘛寫那麼長的讀書信德 可能有關係 39歲呢 還認識了智花的女工 Cristiana Cristiana兩人育有一子 一直到1806年兩人才不辦婚禮 我在剛剛有講到說 因為她知性不夠啊 這個女的不能跟其他人一樣 跟她這個談文論譯啊 沒有這種文學的風采啊 所以這個Cristiana 跟她在一起還蠻久的這樣 然後在威馬的時候 58歲啊 58歲啊 各位同學 從39歲至少度過平靜的40歲 跟50歲快平靜度過的時候 又出現事情 認識Bettina Brentano Bettina Brentano 是跟另外一個有名的德國文學家 結婚了後來 她認識她 她愛上她這樣 那58歲同一年呢 同一年同一年 認識一個叫Mina Mina是這個 Vilhelmina的一個簡寫 Healthlieb Healthlieb這個字呢 Health就是心 Lib是愛 這個性真的是很特別這樣 然後那個 這個Mina後來跟誰結婚 死前呢 被長達十年的精神病所困擾 所以有些人會喜歡那些有病的人 尤其是精神病的人 有時候有一種特殊的氣質 會吸引人去愛連她 照顧她這樣 所以這個以前的小說就有類似 男的喜歡上一個有精神病的一個少女 或者女子呢 喜歡有精神病狀態的一個男子 覺得她 唉唉很有事情壞 然後被社會誤會啊 全世界只有她能夠保護她這樣 那種林茉娘心態就起來了這樣 所以這個 好 那這個65歲啊 這人真的是不服老啊 認識了一個叫馬里安娜 Jung的一個人 然後這個1815年呢 她在跟人家結婚以後 在海德堡跟她二度重逢 這是65歲 72歲 認識了一個烏里克 從勒斯特 然後這個1823年 72歲的哥德 向這烏里克求婚 所以最近不是有一個 演藝界不是很有名的人 但上演藝新聞的叫 爺孫戀嗎 他多少歲了 然後他跟他朋友 你不知道啊 哎呀呀呀呀呀 你不看新聞嗎 新聞可以不要看 影劇新聞一定要看 有這種修了愛情歷史社會學 誰跟誰談戀愛這種事一定要看 他就是年紀很大了吧 很大大概就是跟老師一樣的意思了 然後這個他的朋友的一個女兒 好像一個什麼事情 他朋友就說 哎呀你去勸勸我女兒好了 結果他就勸他 然後兩人就談上戀愛 然後朋友就氣掉了 我叫你去勸我女兒 你跟我女兒談戀愛這樣 你都什麼樣年紀呢 反正就這樣 然後就前一陣子聽說 這個就反對的很厲害 但這兩個人呢 就愛得很厲害這樣 都不管 然後昨天的新聞是說好像 人家先告訴我說 這個新聞有後續的 說這個爸爸現在好像 原諒了這兩個人這樣 那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個新聞 都網路新聞了 那今天早上看的新聞是說 這個男的原來有一個 電視公司主持的事情 但可能因為這個爺孫戀呢 把這個工作給弄丟了這樣 我就覺得好狠喔 反正要寫爺孫戀這樣 老少佩以前叫做 現在叫爺孫戀這樣 然後那女孩子呢 聽說有個Facebook 然後Facebook呢 她就有人攻擊她 她也就把人家罵回去 什麼之類的 她反正非常堅定的 要跟這個年紀很大的 她的愛人在一起 然後那個新聞的最後 就講了說有一天 她們兩個人很甜蜜的去幹嘛呢 然後那個男的就提到說 那我們去聽蔡琴的歌好了 結果很訝異的是 那個女的問她說 那蔡琴是誰 結果人家也沒失望 人家說我們要繼續溝通 這樣的話我可以跟她 學一點什麼 她可以跟我學一點什麼這樣 所以天啊 已經有人不知道蔡琴了 然後接下來呢 要談的這本書 叫做愛的親和力 歌德的書 這本書呢 愛的親和力 是台灣的藝本 因為怕寫親和力 人家不懂 當時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要出版這本書的時候 這大陸的翻譯者 就找到我來寫一個導讀 我就寫了一篇導讀 這是這本書 中文藝本 中國大陸有簡體字藝本 有很多種 然後都叫親和力 然後呢 這是電影 這個故事呢 曾經被義大利導演拍成電影 但是因為電影呢 你看弄得太煽情了吧 我每次放在那個研究室的時候 男同學一看就覺得 老師放A片 這不是A片 這是愛的親和力的 這部的義大利電影 然後這部電影 好像還沒被燒成光碟這樣 沒有DVD也沒有VCD 就只有這個 我好不容易在網路上買到 好不容易買到那時候 因為這個愛的親和力的這個 或者叫親和力 我們到Elective Affinity 原來是這樣 不是Selective 因為這本小說呢 這個故事的內容 後來變成社會學的一個 很基礎的一個概念 那很多人都把這個選擇性的親近 在研究這個社會學的時候 當成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東西 怎麼說呢 這樣講好了 話說從頭 在社會學裡面呢 大概特別是社會學理論裡面 有一個德國的著名的學者 叫做Marx Weber Marx Weber大概19世紀末期 到20世紀初期的人 他呢在他的一個研究裡面 研究基督新教的倫理 跟資本主義 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之間呢 有一個這個因果的關係 但是他在這個研究裡面呢 曾經用了一個字 講到這兩個的關係 就講到選擇性的親近關係 那很多人就覺得選擇性親近關係 就不是因果關係 我曾經在念博士的時候 寫了一篇文章 用中文寫的證明 從文本上面證明 那是一個因果關係 不是所謂的選擇性親近關係 那後來也慢慢有人略為知道 透過外國學者的研究說 這是其實用哥德的一本小說 哥德這個小說呢 當時在德國的思想界 非常的有名 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小說的 沒有人沒念過這個小說的 這小說呢 你光看中文 他怎麼打這個廣告 這排 文學史上最經典的 括號 幻期俱樂部 問號 驚嘆號 這很驚悚吧 對不對 魁別50年的哥德愛情名著 全新一本 以前有一個中文藝本 他是翻成愛力 愛情的愛 力量的力 但是這個書呢 現在連找都找不到 總圖號稱有 我去借根本就看不到 然後那個出版社也沒這本書了 所以是這樣的故事 那我後來就也念了那個書 知道這是哥德的一個小說 那我覺得這個小說 竟然在當時的德國的思想界 很多人引用 那也許這個小說的內容是很重要的 可以來破解所謂的 什麼叫做選擇性的親近 或親和力 這樣 那我們這堂課還是一樣 不下課 我們把它講完 講完就提早下課這樣 好 那這個413頁有這些中文的譯本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因為剛好那個當初出版社給我的時候 給我的那個整本書的檔案 所以我有文字檔 所以我這下載就很方便 所以這個不是我key印進去的 是我把它翻成繁體字以後 然後再校定一下 再擺上來相關的 那書名的解釋 什麼叫做選擇性的親近 或者這邊翻譯的親和力 那這裡面 先講這故事大綱好了 再來講這 故事大綱是這樣 剛開始有一個男主角 有一個女主角 男主角叫做愛德華 女主角叫做夏律帝 故事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兩人相愛 這是T1 兩人相愛 可是呢這兩人相愛呢 兩人都很窮困 沒辦法結合 所以在第二個時間呢 他們都分別跟別人結婚 跟別人 這別人完全不重要這樣 第二時間他們就分別結婚了 那這故事如果完了 這故事就太簡單了 這故事可以在很多節骨眼上玩 他都沒有 這故事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 然後呢在T3的時候 第三那個時間 這兩個人都死了 所以呢這兩個人呢 就繼承了一堆遺產 非常快樂的活下來 這時候也可以結束 對不對 有情人種成眷屬 在T3的時候 沒有 在T3的時候呢 他們就覺得 哎呀我們就繼承了一塊地 那我們來建設這地方好了 那你要不去找相關人來做 這兩個地方 這地方太大了這樣 這結果在T4的時候 就來了兩個人 他們兩個還是一對夫妻啦 就來了這個愛德華的朋友 叫做上衛 這叫captain 好像幾乎沒有名字 只有first name叫Otto 好像很多德國人都叫Otto O-T-T-T-O 然後女孩子呢 就把這個女的呢 下去就把她的侄女 叫做奧地利的人 Otelier 就把她帶來了 那這個很年輕啊 然後這時候他們兩個也生了一個小孩 BABY好了 不知道怎麼寫 這BABY的意思 那你說這不是很快樂的嗎 不 所有會看小說的人知道 完蛋了完蛋了對不對 只有這幾個人出現 那一定是 好果然在T5的時候 如各位的所猜測的 所以呢 愛德華呢 就跟奧地利在一塊啦 然後這個那夏綠地呢 跟這個兩個C喔 C1好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 愛德華呢 就愛上這個奧地利 然後這個呢 夏綠地呢 就跟這個尚未有了情愫 但是呢 這兩個人的情愫 沒有那兩個嚴格 所以應該畫個虛線好了 T6 這僵局總要解決對不對 這個僵局呢 就有一個悲劇發生 什麼悲劇呢 這奧地利來這個農莊呢 就照顧了這個BABY這樣 就這BABY有一天呢 就在湖裡面給淹死了 因為奧地利沒好好照顧他 來這套 BABY死了 死了以後呢 奧地利非常的難過自責這樣 所以後來奧地利也死了 這女的就死了 然後呢 這個Captain跟這個呢 覺得應該發呼情指護理 我們不應該這樣 所以這個人也離開了這樣 也離開了以後呢 愛德華傷心難過也死了 我覺得這不會寫小時候的 到後來就乾脆死光光這樣 本來死了不用錢 就剩下的第一個人這樣 故事的最後就剩下的一個人 他的小孩也死了 然後 罪妙罪妙罪妙是在 這小說的最後一段 這小說的最後一段呢 好可怕 我們先從後面講起好了 這段話呢 在有些社學家都引用這段話這樣 我看看是在哪裡 因為後來我研究的很多社學家 都有外遇這樣 這本書是給天下所有外遇的人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藉口 421葉他說 這兩個相愛的人 就這樣病臥長眠 愛德華跟奧地利 跟最後他最愛的人 然後呢 和平在他們暮穴的上空飄蕩 歡愉的 與他們相似的天使畫像 從窮頂俯視著他們 倘若有朝一日 他倆再度蘇醒過來 那該是一個怎樣歡樂的時刻 他們兩個歡樂嘛 那別人呢 最近看出來這個六多個時間點的變化這樣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書名 這書名其實呢是一個化學的一個概念這樣 在這個講義的414頁這裡 他的意思是說那些化學元素 哎呦有沒有剛好的解釋 應該415頁會比較好 來看一下415頁那裡 415頁的第一個那個中間部分 那個陰影的部分 選擇和親和立這些美好的字眼這樣 看來密切不可分的結合的兩個人 由於第三者偶然介入而禮異 先前美好的一刻 美好結合的一人 則被驅逐而流離失所 大概講的就是後面這一段 然後呢接下來說 吸引親和分離結合總是交錯發生 四者氣筋仍是兩兩成對 一經相互接觸 那氣筋存在的結合便解體 開始重新結合 在這放棄跟捕捉 逃逸跟追求上 人們確實可以看到更崇高的使命 相信這些物質有意志 跟選擇的本性 並認為親和立這數語 完全理由充分這樣 所以他接下來415頁下面 你設想一個A 他跟B密切結合在一起 用多種手段跟某種強力 都不能讓他和B分開 然後你再設想一個C 同樣跟D密不可分 現在讓你 現在你讓這兩對相互接觸 A投向D C投向B 而人們不知究竟是誰先離開對方 誰先和另一個重新開始 那他就跟夏綠蒂說 夏綠蒂我設想你是A 我是你的B 因為我只依附你跟隨你 就像B跟A一樣 很明顯上位是C 它使我從你身邊疏遠一些 為了不讓你在漂泊不定 該設法弄一個D來 毫無疑問的就是可愛的奧地利小姐 你不要再反對它來 你不覺得這一切就在這裡 這故事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像化學元素一樣的 這個分分合合這樣 那這個故事的重點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 小說還蠻有趣的 我就細節就不念了 我把幾個主要的問題講出來 在421頁 第一個不同關係位置 這特別是講三角關係 然後這是講大概一次的三角關係 可以這樣講 有的時候三角關係 會有兩三次 然後外遇者跟原配的問題 還有外遇兩人組的問題 跟外遇之外的其他兩人的問題 因為這理論上這是兩對 不是通常的三角關係 這是兩個三角關係 如果要嚴格來講 但是一個三角關係 情感是非常弱的 這個尚未跟夏律利的關係 相對是非常弱的 因為對愛德華不引起任何的 任何的困擾這樣 那但是愛德華跟這個奧地利 跟這個夏律利的關係 是一個比較大的困擾 所以這個我們真的要講 就是一個不太對稱的 兩個三角形關係 那歸因呢 那大部分人認為是命運的安排 我們認為這是自我選擇 這哪有命運安排 所以其實歌德大概 某種程度也認為 這是一個選擇 所以叫選擇性的親近 你可以選擇做什麼 你可以選擇不做什麼 其實 那很多人就是兩手一攤 說沒辦法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像喝酒的問題也是啊 我從一開始進入社會 就有人告訴我 你喝酒不行啊這樣 我剛開始回到台灣來教書 參加我們的社會學會 然後那個長輩都喝酒 然後那時候我是菜鳥 然後菜鳥那天呢 我還穿西裝打領帶 這是我這位置很罕見的那 因為那天我要去辦洋務 因為有一個外國教授來 當時很紅的外國教授 他們找不到人幫忙 就找了我 說你愛講英文 你講英文 然後坐有國旗的黑頭車 然後我就有外交部派一部車 然後我就坐前面的位置 然後他那個教授 跟他的太太坐後面 然後他們要去哪裡 我就帶他們去哪裡 都是官方單位去演講去幹嘛 其實完全不需要我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需要我 總而言之我就坐在那這樣 所以那天辦完洋務以後就 衣服都來不去換 就去參加我們的社會學會的晚宴 然後參加晚宴之後 就有一個長輩 長輩 別的學校長輩 就看著我 已經棒了你知道嗎 我說我不喝酒 我就少數新人不喝酒的 其他新人都很害怕 都一定要喝酒啊 比如說開玩笑 你得罪了教授 你這樣還要升等嗎 那我是不相信這個 我就我沒有得罪他 我只是不喝酒而已啊 升不升等就算了嘛 結果當然很多人來敬我酒 都對不起我不喝酒 那人家就走了 連話也不跟我講 就來了一個長輩 他不信邪的這樣 就這樣 我學喝醉酒都學得好像 不是因為我會喝酒 然後就說 年輕人 乾一杯 我說老師謝謝你 我不喝酒 你喝 你看不起我 我說我沒有看不起你 我不會喝酒 我要是不會喝酒 給你喝酒 那才真看不起你啊 就這樣一直盧 你知道嗎 盧到我也很尷尬 他也很尷尬 他就不走啊 我就坐在那兒 他也坐在那兒 我想撐嘛 看誰先笑嘛之類的 或誰先閉眼睛嘛對不對 結果就有人看不下去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打電話 他心會來他不懂了 我給你喝這樣 就把他支開 然後我就 理論上我就得救了這樣 後來再去就沒有人敬我酒這樣 反正我就不喝酒 大家都知道我不喝酒 然後現在我們社會學會 沒幾個人喝酒啊 所以就有時候你就說不嘛 什麼後果嗎 沒有什麼後果啊 那他反正醒了也不記得了 那什麼後果呢 那喝酒還有酒醉駕車的 這不是很可怕嗎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跟年輕的老師 有些年輕老師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那種二三十年前的謠言 說不能得罪老教授 我說現在我就是老教授了 你要得罪就得罪我啊 不是嗎 那你愛喝酒你喝啊 我也沒說你不要喝啊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就會把長輩想得很無理這樣 也許有人真的是這樣 那我從來沒碰過 我就不是這樣 所以自我選擇 這是跟鼓勵大家 自己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像不喝酒這種事情 抽菸也是啊 我就不抽菸啊 不抽菸怎樣 當時不抽菸是很不酷的做法 現在不抽菸是很酷的做法 不是嗎 我們以前老師說的嘛 向後轉你就第一嘛 你幹嘛一定要 一定要跟著人家潮流怎麼樣呢 另外呢 執著的重點 就兩個沒有交集的事件 我是這樣認為 一個就先來後到 這在通常原配 在平常聽到的故事裡面 不是這個故事 當然原配都會說 你搶人家老婆 你搶人家老公 你搶人家男朋友 你搶人家女朋友這樣 那這個都是已經要輸的人 才講這樣的話 什麼叫你搶人家 尤其男朋友跟女朋友沒結婚 哪有你搶不搶的問題呢 就當他用先來後到當成是 支撐自己的理由的時候 這就非常非常的shaky 你就知道那個人 已經沒有東西可以掌握 那真的能掌握的人 所以通常小三講的理由就是感情啊 那我跟他有感情啊 那你怎樣 他跟你有感情 他會跑到我這來嗎 這句話就常常把大老婆給打死這樣 打他牙口無言這樣 所以有的小三很跋扈啊 在我那時代呢 我看日劇 那時候日劇有一個女明星 聽說現在都聽不到 叫做夜月裡續菜 你去查一下 告訴你這話只有 他講得非常有名的一句話 說是外遇才是真情 人家認為外遇是奸情 他說外遇才是真情 哇這句話講完以後 被大家大聲踏伐這樣 他在戲裡面也有點小三 聽說真實生活也是小三 然後現在已經不見了 現在我看日劇 很多還是我當時看的演員 那夜月裡續菜已經不見了 但是我記得他這句話 那這個呢就是把握住情感啊 我跟他有情感 你跟他有嗎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 這些人要談判談些什麼 沒辦法談嘛 你完全沒有交集嘛 你們抓的重點是不一樣的 還有人是拿驚喜對比的問題 當初我們也是很相愛的 那是當初嘛 現在我們相愛 現在你們不相愛 如果你因為相愛是很重要的因素的話 那此一時也比一時也 你看從T1 T2到T6呢 你要怎麼講啊這樣 所以這個陷入三角戀愛的人 或三角關係的人 就很痛苦在這裡 因為他不 那個裡面可以思考的因素太複雜 太複雜 他萬一想的不一樣的時候就會那個 那當然每個人想的層次不一樣的時候 也幾乎沒辦法溝通的 那結果呢 這是其中一種結果 就中間有人死掉 那這故事裡面還死了兩個人 就是這兩個看起來奸情罪那個的死掉 那一般的故事裡面 有奸情人後來可能就都回到原來的位置 另外一個就是有奸情人變成有感情的人 然後那個沒有感情人最後離開這個關係 那也有就三角關係維持到今天 這有幾種可能性 第三接下來誰來決定結果的問題 我曾經看過有那種感情的顧問的那種書 說三角關係啊 所有的關鍵都在男人身上 這個是男人造成的問題 就應該男人來解決 我覺得講的也理直氣壯 但是呢這個東西只講到男人為主的三角關係 也有女人為主的三角關係啊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的說法 就是誰造成關係誰來解決 但是別忘了三角關係每一個人都可以 都可以就算不是你造成關係 你也可以離開這個關係啊 我不跟你玩了可以吧 你們兩個相愛 如果你是所謂的大老婆這個位置的 你們兩個相愛OK啊 那我就讓你們嘛 讓你們兩個高興 那我走開我玩不下去嘛 這是一種啊 你幹嘛跟他ㄍㄧㄥ在那呢 你可以選擇離開 所謂的小老婆呢也可以選擇離開啊 我竟然是人家小三 我這邊最恨人當小三 那我就不要 我竟然知道了我就不要了 也有人這樣做啊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啊 大老婆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離開 小老婆也可以離開 然後所謂的老公也可以離開這個關係 我說你們兩個我這樣都對不起你們兩個 我就不要跟你們在一起啊 我就自己孤家寡人一個 這也是可以做的啊 但是大部分人的選擇都是希望大老婆看開一點啊 要不然就譴責小三 很少人對於這個所謂的老公有大的譴責這樣 當然我們這樣講是為了方便啊 方便舉例這樣啊 所以呢犧牲或者覺醒的問題啊 很多人在這關係裡面啊 這是兩個抉擇 第二個抉擇呢是誰都可以做決定的問題 不是要靠別人做決定 然後你來享受這個決定後的成果 或者是後果不好的後果 我看到比較多的例子 或聽到比較多的例子 都是由別人來決定這樣 大學生裡面的這種三角關係是這樣 然後在這個結婚以後的人的三角關係 有時候也是這樣 都是大家撇開責任 那你說啊 你說你要怎麼辦啊 你說啊 你說啊 應該反過來思考的時候 那我決定我要怎麼辦 我決定了 我告訴你們 然後我離開或我留下來 或我們三個人決鬥 看誰活下來 對不對 這都是辦法 好 然後決定的道德責任的問題 很多人希望別人來評評理 那感情的事情實在那個理要怎麼評的問題 還有就是敢決定的感情責任 大家都覺得好像有社會責任 或道德責任 那情感責任呢 你對誰有情 是不是要對誰負責任呢 還對誰有情 所以不必對誰負責任 以前的瓊瑤故事 就是一個男的面臨了兩個女的抉擇 我不太記得故事怎麼起來 最後他決定了 要跟某一個女的在一起 就去跟那個他不想在一起的女的說 我要跟他在一起 這我應該講過 結果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我 他活不下去 你沒有我 你可以活得很好 這是他決定的理由 我要對這個女人負責任這樣 因為他沒有我不行 你可以 你是大學生 你可以活下去 他是傳統女人 有人是這樣做決定 那被決定的人只能說 好 尊重你的決定 然後就這樣 然後音樂就要起來這樣 這什麼屁話啊這是 誰都可以做決定 真的 誰都可以 在這位置上誰都可以做決定 你要玩 你可以決定要玩 玩下去 你玩不起 你就不玩 你就離開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多人沒有去想過的問題 因為怎麼樣這關係發生了 這已經很難去說清楚了 但是最後這關係可以怎麼結束 那這個例子都有 我常舉的例子就是真實的故事 在我念書的時候 我已經到美國去了 我已經到美國去 80年代 81年 那時候就有一個很有名的導演 當時很有名的導演 喜歡上跟他拍電影的一個女明星 他們兩個就愛上 導演當時的太太是一個作家 那這個作家就把這個導演 跟女明星的奸情就寫在一個文章上面 然後被大家傳送 然後那文章大家都知道是誰 那個作家沒有用筆名 用他的真名 所以這事情就鬧得沸沸揚揚揚 然後那導演跟這個明星 因為認為 當時認為兩人真心相愛 所以兩人就離開了台灣 到了別的國家去 學了另外一個技藝 所以現在他們不是以野藝人員建長 是以藝術人士建長 那當時大家都覺得 你看不要臉的男人 不負責任的男人把他罵到臭頭 所以台灣很難活 在198年代的時候 那同時間不久 也有一個著名的男性的演員 就傳出一個故事 說他大老婆呢住在二樓 二老婆住三樓 然後兩個人相處 相安無事這樣 所以這個電影明星得努力賺錢 因為他兩個家要養 所以很多老公呢 就把這個新聞引印給老婆看 參考一下 雖不能置心向往之 所以呢就這個完全相反的故事 完全相反的那個 那我一直講過嘛 在這場課上講過彰化有一個人嘛 叫劉和睦嘛 我一直記得這個名字嘛 我回來教書以後 那大概中間相隔了七八年 電視上就報導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呢他有 好像全省有大概 還訪問了他跟他的老婆們 我不知道現在網路上 應該查得到 那時候還接受李濤的訪問 訪問了大老婆小老婆 那大老婆剛才也說 他剛才也不太能接受的事情 但是呢據他的老公告他 這是神明的決定 然後他們都信那個神明 所以他相信這是神明的決定 所以大老婆就接受了 他跟眾多女子共享這個老公 然後他那個這個人 不是就每天在那邊 九十六零呢 沒有啊他們很勤奮工作的 然後這個男的就是說 他因為信神 所以他有神明指示 他要去拯救哪樣的女子 所以他總共跟七個女子有 這怎麼解釋 七個女子是他太太 OK 神明說的 然後呢跟七個女子生了小孩 然後這七個女子呢就遍布全省 南部跟東部各地 所以他每個月就得這樣巡迴去那個 然後據說都在各地開吃素的館子 素菜館 有一年呢新聞價值很高啊 就訪問他們家人過年 好像五十幾口人一家團聚 和樂一起過年 電視有照出來喔 他們也沒有任何那種覺得 很害羞啊 害羞啊 害羞啊 不好意思啊 都沒有 就大家非常非常的健康 讓大家照這樣 那總共五十九口這樣 一家五十幾口啦 最後一個數字我忘了 你上網應該可以查到這個新聞 所以道德上 我們當然覺得這是不可行的 法律上當然只有一個是正式的太太 只要另外一個人不告的話 你不會有重婚的問題這樣 但是這個社會上充滿了各種可能性 我只是希望同學將來 萬一碰到了這樣的case 不管你在哪個位置 你都可以決定不要玩 可以退出這個關係 你也可以決定撐在那裡 你也可以決定跟其他五十幾個人共處 這都有潛力可圓的 你的人生你自己負責任 作為你的老師我當然希望你不要啦 但是大學生有幾個人聽老師的話呢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知道我的命運 所以這是哥德的故事特別要講的 這大概已經有很難 再講什麼現在的什麼 不管是小三的問題或外遇問題 每幾年就來一個這樣的問題 尤其不管在電視劇出現或什麼 都這問題不會斷的啦 是 老師問你這樣的問題 比較容易出現在 比如說這樣一些企業人士 然後大家對於這樣的成果 也沒有什麼都大 像王永慶這樣的人 有很多三方四方這樣 對啊 所以這樣的事情有沒有太多 在道路上的 一個解釋是 其實大部分男人認為 真男人就是這樣 強者我男人 懂嗎 有一種解釋是這個 當然這個 很多人會覺得 呸這什麼話 一種解釋是這種 一種就是 有權的人跟有錢的人 不管什麼時代 都是這樣做的 有錢的人跟有權的人 有權力的人 有兩三個老婆這事情 對很多人來講 是習以為常的事情 那他有權力他有錢 你要罵他什麼 你就酸服的知識朋友 罵他 或者一些女性主義者 會罵人家 其他人覺得 他有辦法養啊 那你能嗎 你知道嗎 我也聽過這樣的言論 所以有時候 我們講別人的時候 就很難講這樣 你知道嗎 那你就是自以無能 人家可以把 那幾個老婆搞得好好的 這樣 人家養得起嗎 你養得起嗎 你一個老婆說養得起了 所以有時候 不小心反彈回來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有時候 怎麼可能這樣子呢 我們講的是一個社會的議題 所以你看這個 我覺得真的比較大的問題 不是當事人 這我也講過不止一遍 比較大的問題 當然是小孩 尤其是二房三房的小孩 其實在社會上 就算他有錢 他可以怎麼樣 他自己要深深的自卑 這樣 因為這畢竟 這是不符合一般社會價值的 不管有多少人可以認同 或默認 或默許這樣的事情 那身為二房三房的小孩 是非常自卑的 尤其到了分財產的時候 尤其到分財產的時候 你剛剛講的那個人的家裡 就是個大問題 不是嗎 今天新聞也有啊 香港的家的錢 全部由哪一房的誰繼承啊 我一直覺得這家人 應該把錢捐出來 他們家沒有 不用繼承這遺產 都已經富可敵國了 幹嘛還收這個錢 讓人家看笑話 你以為台灣人真的很尊敬他們家人嗎 他真的可以好好做一個研究 所以有時候有些民俗 是啦 你有錢啦 你有權啦 我不敢說你啦 但是 這個是有時候民間道德的力量啊 不要看啊 有時候政府做了什麼很差的事情 老百姓雖然不說話 但老百姓不認同你啊 不認同你啊 那力量很大的 他不一定要選票 你民主才會說我用選票來唾棄你 有的不用選票唾棄你 他眼神就唾棄你了 真的 我就很怕那個不來上課同學是用 來唾棄我這樣 我覺得蠻糗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 真的各位同學真的要好好的 好好的思考碰到這種事情的話 對下一代的影響真的是比較大這樣 好接下來呢是斯湯達的論愛情 斯湯達呢是少數早期對愛情有一些分析的人啊 他有分析愛情的類型 雖然這個分析類型照我們現在標準 應該符合互斥跟窮盡兩個原則 但是呢這裡面沒有 他譬如說有激情的愛 他特別舉了一些例子 有一些我們講過啊 趣味的愛啊 然後呢 在這個424頁 肉體之愛還有虛榮之愛 那這個分類被引用的比較少 被引用稍微多一點的是愛情的階段的問題 他認為愛情有七個階段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佛這七個階段 第一個是驚嘆看到對方 哇哦 第二是自言自語 你看他舉的例子說 穩他被他穩多麼快活啊等等 我想這是西方大概有穩的 中國人不太流行這個穩 所以很多小說不知道是因為不寫還是怎麼樣 那大概不會有穩他被他穩多麼快活這樣 反而當時中國人要聽到這個覺得噁心死了這樣 現在當然都不會啦 現在好像覺得你喜歡一個人 你不穩他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事情 第三是希望 希望你希望對方會愛你 那這個也有 第四是愛情就誕生了 第五是第一次結晶開始 不要誤會啊 這個結晶不是愛的結晶 不是就生了小孩了 不是 好這個呢 這個結晶後來 因為他沒解釋得很清楚 有人很喜歡這樣的模糊的字眼 就人們往往用千種至善萬般至美來裝飾 他已經贏得芳心的女子而感到其樂無窮 智得一滿的讓幸福的細節在腦裡反覆重演 結果你會給他過高的評價 把他視為潔白無瑕的摺凡天使 雖不完全了解他 但確實信他已經處於你 所以這個某種程度是一個理想化的一個過程 這結晶就這樣 就礦物經過一個什麼樣的過程變成結晶 他舉的例子是這個 第四百二十五頁的第六段是 第六個階段是懷疑就會產生 第七個階段是第二次結晶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跟愛人的關係 會透過不斷的互動產生新的看法這樣 那這個被引用的比較多 那這是史湯達的兩個部分 愛的那個分類跟愛的階段 接下來也是一個法國人叫傅立葉 這個傅立葉跟那個數學的傅立葉 是一模一樣的名字 然後他講傅立葉的系列 Series 我這邊翻成謝利葉也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這兩個人是不一樣的人 然後這兩個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可是名字是一樣 懂嗎 有點討厭 然後呢 這個我們現在講的傅立葉 有一點點頭腦不太好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這書有中文譯本 我先告訴你 第一個他是創女性主義這個名詞的人 在1837年的時候 那他是一個所謂的社會主義者 他提到有四種運動跟普遍運動的領域 他特別強調要一種制度 這種制度叫進步的卸立葉 卸立葉就是Series 那是法文 然後或者叫做小組卸立葉 或者叫情欲卸立葉 這種什麼意思呢 就這個詞來表示 從事同一種產業或同一種情欲的各種部門活動的幾個小組的組合 所以這是一群人 有共同的情感或者有共同的什麼的一群人 一個小組 簡單講是這樣 那428葉這裡呢 這個情欲卸立葉具有幾何級數的特性 然後呢情欲跟協作 cooperation又不是對立的 反正講什麼都很抽象 因為他要創造一個他所謂的理想的社會 這理想社會是以情感為基礎來做的 簡單講是這樣 那其他都是他要的理論這樣 那你看他有429葉還有四種宇宙運動 他說因為最初的人能發展所有的情欲 所以是幸福的 他的情欲呢 有時候跟我們現在所講的情感可能比較接近 在430葉裡面 他有說12種情欲中有9種已知的情欲 這9種呢包括了什麼 再加上4種 這4種在註解裡面 第6種是友誼 第7種愛情 第8種親子關係 第9種名利心 看起來像是人際關係裡面會產生的各種情緒 這是他所謂的情感的卸立葉這樣 然後3種情欲呢 在430葉有 有講到奢侈主義或奢侈欲 人們會受到這種吸引 第二個是和群慾望的吸引 第三種是欲 謝立葉主義 或者叫做謝立葉欲 desire for series 那這到底應該講什麼 我完全不懂 我可以知道可以這樣分類 但是分類有什麼意義 我也不懂 然後第431葉 什麼有幾個策略奢侈又怎麼樣 然後第二種呢 又可以分成四種 榮譽小組或行會 友誼小組 愛情小組 家庭小組跟親屬小組這樣 完全不知所云 我真的是不知道他講什麼 那個以前有同事到丹麥去 發現丹麥有一個性學博物館 性學博物館裡面就有一個謝立葉的一個部分 他那時候還問我 傅立葉的部分就講這個他的情欲 那時候我還沒看這本書 看完了我也不太知道講什麼 大致的意思大概就是他希望建立的那個理想的烏托邦裡面 也是根據情欲來區分或希望能夠發揮人的某種情欲 然後這情欲是很廣泛的 不是只有愛情而已 也不是只有那個其他的 你可以看到包括父子之情都有這樣 那其他的就不講了 這個就因為都看不太懂 主要就是講到這個謝立葉 Theories 最後一個部分他要講的不是我很專長的部分 這是我去我的中文系的梅嘉穎老師以前跟我很熟 他有一次他的課就請我去演講 他指定我看這個張恨水的啼笑音源 我很少看小說 但是朋友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就盡力去做 所以我就在課堂上做了一次演講 也把這個小說還他給告訴我有電影 也把電影給看了很老的電影 但是張恨水是在民國初年的一個通俗小說家 通常被稱為後來叫做鴛鴦蝴蝶派 因為他們寫的都是這種浪漫的愛情故事 那以前是文人所不齒的 就像瓊瑤小說 但是因為看的人越來越多 那個不齒的人最後就被人家不齒了 不齒別人最後被人家不齒這樣 所以又這樣通俗文學變成是研究對象 所以像瓊瑤小說現在也有人研究 張恨水的也有人研究 那那些不齒張恨水的不齒瓊瑤的人 大概現在都不知道跑哪去了這樣 那張恨水這個書叫啼笑音源 我們通常中文的篇語叫啼笑皆非 那音源是個佛教的字眼 那他的故事呢 基本上是個民國初年的故事 寫到抗戰後來有點改 那這個所有的故事到後來 都要為了國家去打仗的 那故事原來也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就是一個到北京去唸書的學生 那這個有點像 有一點點像在這開始 有點像李娃傳 這個為了要 男人為了要自己能夠出人頭地到唸書 唸書他叫天喬認識了這個 劇法的子女姓關的 女子跟他父親 然後又認識了這個 當然一定要有千金小姐出現了 要有一個反差嘛 然後後來又出現了另外一個什麼人嘛 所以這裡的說 這作品描寫青年學子樊家術 由北京天橋的時候 結識了武師關壽峰跟關秀姑父女 還有有同天台古書藝人 沈凤喜一見鍾情 她的表嫂撮合了她和財政部長的千金 何立娜的姻緣 所以這個樊家術就跟三個女子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職業 不同的家庭的女子 產生了這個關係 後來軍閥劉將軍霸占了沈凤喜 然後關秀姑伴坐庸人 深入劉宅 把劉將軍又到西山極樂寺刺殺 然後何立娜呢 先以失意而重情深色 後來學佛吃術隱居西山別墅 關秀姑呢又帶凡家術上西山 與何立娜相會 並把賀喜的書簡 並拆入他們相會的雅士 而後出關參加東北抗日義勇軍 那續集後來有續集 身為統治的沈國英 這統治是一個官名 向何立娜求婚 那財政部長呢 以女兒以與凡家術訂婚為由唐賽 並且打發女兒跟凡家術 赴歐留學 歸國後 見沈凤喜 以為沈國英內侍 不久 沈凤喜 因念念不忘舊情 促死於心病 此時國難當頭 沈國英捐款 捐獻家產 購買軍火 以關壽豐、關秀姑婦女 在要塞保衛中為國捐躯這樣 後來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 變成跟家國命運有關的故事 這個提笑姻緣 一個男的跟三個女的有不同的感情 這樣子的故事 所以一個男主角只有一個 女主角跟男配角非常的多這樣 那這裡面的問題是 提笑姻緣為什麼有提有笑 提是哭啊 笑是笑 為什麼 在這故事裡面為什麼是提笑 跟那個國家大師沒有太大關係 因緣不是女字旁的因 那是佛教的概念這樣 那人物的形象 因為後來不知道在哪裡 在網路上看到 有人非常喜歡這故事 同學的作業裡面 也有人超級喜歡這故事 如果你不是從網路上抄的話 有人覺得這故事很感動這樣 我覺得有點像網路上抄 這故事怎麼會感動呢 我覺得好自私化的故事 第一個 沒什麼時間準備考大學 最後也考上了學生 很多這種故事都這樣 我這作為當老師 我就非常的不喜歡這樣的故事 就像校園電影 常常都不在上課 校園電影演的都是 一天要來談戀愛 在宿舍喝酒啊 幹嘛鬧事啊這樣 要不然有上課就說 好 那我們現在下課 懂了 那鏡頭就帶過去這樣 真的是 另外呢 他是南方闊少 所以還是有這種 不愁吃穿的這種 那基本上不是個壞人 那觀聖峰呢又是正面的下誠人物 沈三璇是負面的 劉將軍也是負面 然後沈國英呢 我覺得這都是 小說裡面的人性都非常的片面 要不然就是黑 要不然就是白 很少複雜的人性 那這些女性呢 都是跟他都喜歡他的人 那最後我要討論說 愛情跟婚姻的關係 愛情的吸引力跟沒有吸引力 像沈家術跟沈鳳喜 凡家術跟沈鳳喜 或這些人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吸引力 各位看故事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還有當愛情不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在故事裡面呢 就有昇華啊 那既然他不喜歡我 那我就跟他以姐妹兄妹相稱啦 或以什麼相稱啦 這是一種 另外就等待啊 終於一天他會等待 等到他的啊 他原來他會喜歡我 他終於會知道 全世界只有我最愛他 另外一個豪曲啊 把他搶過來啊 就這樣子嘛對不對 對不起啊 這個是為了配合情境 要講這樣的話 那自己要認命嘛 對不對 你就低著頭回去說 我就沒那個命嘛 他就是不喜歡我嘛 我就沒那個命嘛 這六個就報復啊 大概你現在看到 現在的故事裡面 不同的人大概就 因為不同的情況 採取了不同的做法嘛 當然我們希望同學 最好能昇華啦 這個是比較不傷害別人 不傷害自己的做法這樣 不要為了逞一十之快 然後報復了人家 最後自己也慘了 另外性別跟愛情的問題啊 男性的愛情態度跟行動啊 樊家術基本上是個有錢無權的 老實人男主角啊 那劉將軍是只是權力佔有的傳統人啊 那陶伯和呢 是個幸福的現代人 沈國英是小愛昇華為大愛的人 這是男人 女人呢 觀秀姑也是將小愛昇華為大愛的 跟沈國英一樣 那沈奉喜呢 是有心無力的人 她從身體上的無力到最後精神上的無力 然後河莉娜是一個愛不永息的人 雖然你看她 莉娜那個名字很外國化 陶伯和妻子是相愛過一生的現代人 所以陶伯和跟她妻子是非常幸福的 雖然她是故事裡面很不重要的角色 另外一個問題是權力跟愛情的問題 男性的主動權跟拯救權還有壓制權 有人可以壓制別人 有人可以去拯救她 所以這個都在男性 女性好像比較少這個 女性通常是被動的或隱藏性的角色 所以這種故事還是在那個時代 還是強調這一點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新在哪裡 新除了談戀愛以外 並沒有賦予女性或者什麼樣的人 下層階級有一個比較主動的力量 另外還是傳統的身份跟愛情的問題 經濟上的門當戶對 社會地位上的門當戶對 還有文化上的門當戶對 還是這個問題 比較少忽略的問題是學生身份跟愛情的問題 當時大學生不像現在 當時大學生在社會上是很有身份 很有地位 表示你的未來是前途光明的 你一定會進到政府去做事 因為有錢人跟聰明人才能念大學 跟以前的科舉基本上是延續下來的 現在念大學 你大概只有念好的大學 像我念書的時候那些大學 大概永遠會存在 那些至於新的大學可能不會 像現在不是12年國教說要用學區制嗎 大家馬上就轉學區了嘛 這還不簡單嗎 你還不了解 你要打破那個 看到的是誰打破誰嘛 看到的是誰打破誰 我那天去一個地方演講 因為那演講好像可以蓋章 累積什麼點數 已經有三個小孩子來聽我的演講這樣 他不是真的聽 他就來累積點數 因為他只要做滿一天半 他就可以得到一個章這樣 他的什麼公民課或什麼的課 他就可以得到就有這個證明這樣 我講的是了解自我跟認識自我 志工訓練的課 我不知道那三個小孩在下面幹嘛 他下課的時候最高興啊 跑啊 全場跑這樣 小學生啊 可能有一個是國中生 比較小的國中生 有沒有 有時候有些國中看起來 國中國一的學生像 比小學六年級還矮這樣 不過他國中就慢慢長大到很可怕的地步 然後另外這愛情跟家國的問題 這在我那時代也是啊 都認為叫兒女私情 要為了大愛捐棄小愛這樣子 這個故事不斷的上演這樣 這個我以前就不太了解 現在了解了也無能為力這樣 現在你們大概很少人會跟你講大愛 除非你家是慈濟子 不然的話現在這個時代也不太流行 說什麼要參加什麼要從軍報國啦 你們現在那個替代役都已經 對那個國防部長還是誰都說 這怎麼能打仗呢 不是問題是跟誰打仗現在 你跟誰打仗啊 唉 這個不了解說 這現在某種程度已經不太需要打仗了 真的不太需要打仗 你好好談那就不要打仗 也沒有投降的問題 只要美國認為你沒有大型毀滅型武器 你大概都可以活得很好 或任何國家認為你沒有大量毀滅型武器 要不然你就要跟北韓一樣喊這樣 就沒有人敢理你 沒有人敢惹你 你隨便喊喊他他就嚇得要死這樣 北韓到現在就是過年到現在 搞得多少事沒人理他 那大家都嚇得要死 最後什麼事也沒發生了 然後最近又好像沒事了一樣 另外呢小說的社會反應啦 這小說社會反應就不斷改編電視跟電視劇 這個現在不是用這個劇本了 但是劇情幾乎還是這樣 不管什麼電影 大概都要一個很有錢的人 男人通常 然後很窮的女孩子 然後這個因為誤會 這個女孩子唯一敢跟她說真話 這不就是傲慢與偏見以來 然後就不管怎麼翻嗎 那故事都沒有太大改變嗎 那還有言情小說不可言喻的力量這樣 我雖然有些故事我很不爽啊 我還不是照看 然後看到該感動的地方 我也照樣被感動 那天看那個玩具總動員3 那有人跟我說 老師我看到一段好感動就哭了 你嘛好 玩具總動員3有沒有看到哭 昨天終於看到那段 我就這樣熱淚盈眶這樣 然後最後那個就把他們三個就 抓起來那邊三眼怪這樣 爪子這樣 我看的是迪士尼頻道這樣 我真的感動的 好感人這樣 對 我那看機器人瓦莉都差點哭了這樣 我覺得這太感人了嘛這些人 真是 所以呢 老師是錯的 老師覺得玩具總動員不可能讓人流淚 老師是錯的 老師不是聖人 老師也會犯錯 最後啦最大的問題啦 這書名是這樣 那到底什麼是體效因緣 那愛情是體效因緣 還是家國的感情是體效因緣 還是什麼這樣 所以這堂課呢 最後就是這樣的結局 當然民國以後有很多 還是有很多小說 我念大學的時候 最影響我的小說就是魏陽哥這樣 只有黃書俊寫了一首歌 一直沒拍成電影 就上次也有說過了這樣 我記得我說過這樣 免得到時候老師一直重複 好吧 那現在當然近幾十年來 有好多愛情故事了 小說你們可能有很喜歡的這樣 現在大概寫小說的人也越來越少 因為很難活下去 大概都去拍連續劇去 那連續劇呢 有時候就現在叫偶像劇了 那偶像劇呢我看得非常的少 尤其台灣的偶像劇我看得非常少 你們所知道的片子 我大概一片都沒看過 什麼我可能不會愛你呢 我光那個片名我就不能忍受這樣 我想你到底是會愛還是不會愛 我就已經甩了那個片名兩巴掌這樣 雖然大家都 還包括犀利人妻啊 我也不會看這種電視 雖然很可能在將來 應人家的要求我可能要看一下 所以常常有同學對那種當紅的連續劇 或當紅的電影都希望我發表意見這樣 那我真的有點困難這樣 那前一陣子最流行的叫什麼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這樣 那天有大陸的人寫信來說 你上課一直在講這個電影 你都沒告訴我結局 你認為為什麼他們兩個不能在一起這樣 那還需要問嗎 假如你看了電影 你還不知道這兩個人為什麼不能在一起 那我的課不是白上了嗎 好 總而言之那這堂課大概就上到這裡